《啤梨晚報》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主持啤梨林匡正 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網友Messie的說話 我真的喜歡 做人應該是這樣的 他說 排價又高又低 大家看得樂觀一點 對 我們不要那麼負面 不是 身家比較好一點的 老實說 七百萬 譬如我當他有三十個牌 七百萬 他應該不止三十個牌 七百萬一個 十個是七千萬 三十個是二億的身家 我記得他不止的 他是大的士行 如果現在只剩一百萬 我當二百五萬 二百萬 二百萬 三十個牌就六千萬 那還很多錢 到幾萬的時候 我買個商品當古董 不是啊 那真的 哈哈哈哈 競給博物館呢 為什麼 其實是這樣 如果你說這樣 直接取消他 接到十萬 八萬 政府出資買回 市面上兩萬幾個牌 那十萬 八萬的 公道一點 譬如說市價十萬 政府 這樣收稅要多一點 給十二萬 給多兩萬元的隔離 你還不買 是吧 OK 我現在想起 我們以前有個網友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幫我們做永廷庭 王仔 他那時候很年輕 乘的士 24小時 自己21間 買了一架就租給人 他買的時候 應該五百多萬 到達這件事 慘了 市邦不知道怎麼辦 是不是叫他幫他 不是 OK 好了 這裏我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裏你那裏的城市這麼狠狠 這個是不是城市 S20 亞洲撥水陰 惡戰 當然啦 是 但是城市中 中環的 OK 那麼 呃 明明在中環搞 但是包括樂富 竹原 池雲山 鳳德川 黃大仙等多區的市民表示 夜晚9至11點 持續受到巨大聲浪 震蕩聲 強勁折拍音樂之妖 已經報警和向環保署投訴我 那裏我都不覺得是否一定不會影響到 但是如果是這樣 那是不是也要影響紅磡土光環 九龍城 中環大師很厲害 是吧 那裏你那裏千里傳音 我是不是刁民來的 但是又沒有這麼多刁民 警方今天回應 他說昨晚是呀 9至11接獲多宗黎治黃大仙區市民的投訴 保安人未知黃大仙不同的地區 剛才我剛才說了 他說現在正聯絡相關的投訴 保安人想告訴你 中環海賓舉行的S20的撥水音樂節等等 那麼冷靜 這間就是找封水豪來講一下 不是呀 封水豪要找他上來講歐洲國家盃 是否黃大仙 你知道黃大仙有黃大仙廟他鎮住 黃大仙廟那幫人的本利層全部古靈精怪 黃大仙乃惹 有人說黃大仙廟那個黃大仙已經跑掉了 有人這樣說 如果不是為什麼 你中環蹦蹦蹦蹦蹦 其他區聽不到 你中環蹦蹦蹦蹦 吵到黃大仙不是很奇怪的事 你彎仔那些都沒有退投訴 不是呀 黃大仙的 黃大仙的音波是這樣向 那你也要經過尖山寵雄陷 九雄城話 土多萬 難道他這樣過去嗎 難道你是否捉完 石劍美那些人不見他投訴 黃大仙是這麼奇怪的 好了 好了 環保署說 至今接獲兩宗有關的投訴 現在正在跟進 環保署認為在撥水節期間 有安排巡查 你巡查沒有用 你巡查你最多都是去尖山咀口 燈和中環 你不會去九雄城黃大仙 你不會去黃大仙捉完的 他說 尋查未有發現超標情況 好了 在尖山水未有超標 如果尖山水未有超標 黃大仙你會去刁民 現在香港這樣 駕駭音樂節九節十一 又不是太晚的 吵一會兒就算了 他們說 開頭以為是裝修 打裝 還是樓上開大喇叭玩音響 還是樓下唱機 他說 感覺到震蕩 鑽石山的文化 劉心廳是很強勁接拍的 有些說 很像disco music那樣 那麼厲害 嘟嘟 嘟 黃大仙紀律部隊出色這麼厲害 兩晚都聽到很吵 很過分 痛到頭痛要拍藥 有沒有那麼誇張 頭痛要拍藥 紀律部隊那邊 我懷疑是否真的要找工作 來問問我 黃大仙一落雨去水浸 沒有 還要是浸到整件事浮了 沒有 地鐵又漏水 你政府他怎麼查 如果他收你的投訴去做事 日後人家不過來搞他的城市 但不收你的投訴去做事 這些部隊有吵 那個又吵 我跟政府說 不用管他們 九至十一 這些時間 本來還沒到什麼睡覺時間 那些音量過大 我說我們在尖沙咀 去TESCORD 你倆都沒有超標 然後告訴我 九龍城是什麼超標 大家就要走一走 做什麼 但為什麼對黃大仙投訴 不知道黃大仙去測試呢 其實我真的很不明白 為什麼 其實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為什麼黃大仙會吵到 你真的沒有 沒有 土耗又不吵 難道音波 真的吵到非常空子 會不會摺放下去 黃大仙是黑黑的 不是 不是 刁文 馬忍犯 問一下黃大仙姨 現在講這個 前廟告話事人 好了 另外這件事 我一向不講的 為什麼呢 我沒有跟到 我都沒有那麼好講 但我看到今天 這個河馬 新河太 他真的拿來衰 說不再說 因為他不知道雍正正是什麼人 他又不知道自己 這樣講話 在香港 是可能會出事 因為 翁小姐都講了 他都會先來後兵的 希望他明白 他會變回好人 話說什麼呢 話說 翁正正在上個月做節目的時候 就直播討論過何伯 何太的事 今天 何太就是社交平台群衆 我都不明白 他真的不怕 他到現在都這麼高調 以為是何忍雄 你拿到幾百萬 你要拿幾百萬 你去想盡你的方法 你去搞 你現在用這些輿論壓力 而這些輿論 以你們兩 所謂兩夫婦的performance 究竟是令人同情你們 居然死 更加覺得你們 你自己真的不知醜 這些叫 好了 有網民在他的群組說 翁正正的律師說很難我何太 其實都是這樣說的 是啊 他就突然很激動 我發瘋了 你再提這個律師的名 我證明你就是和我一派 首先再提那個名字 是不是一派呢 為什麼一派又怎樣 為什麼這麼激動呢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激動呢 正正是踩住了他的 錢 因為他只顧著錢 好 好了 我懷疑他的律師牌 是怎麼買回來的 這句說話呢 就是令到翁小姐說 開始我想他沒有人敢想的 但後來呢 真的給他一個教訓他 因為你現在懷疑他的律師牌 是怎麼買回來的 翁小姐就說 稍後會出律師信 好了 昨晚呢 翁正正在危險人物2點0到 再開直播 提到 新河馬 河馬 買律師牌的言論 哪裏可以買啊 我也想買 我也想買啊 大哥 他又說呢 其實講這個人都挺傻的 他說我12歲入行至今 其實很多觀眾都看著他做過什麼 真是看著他大 真的 他說呢 唉 這個 有人不是這麼多人不喜歡 你又要說房屋處長又怎樣 你去講別人 那你覺得你這樣搞法 喜歡你的人是多了 還是不喜歡的人多了 那他來救你 有人不喜歡他 你明白嗎 他有些人呢 是避害妄想症的 經常覺得 你這裏好嗎 哎呀 你阻擋著我 什麼什麼什麼 阻去搵食 好了 之後呢 雍正正講到自己讀法律的經歷 和分享的法律知識 這個我要講一講 我都不知道 他說何太呢 指罵個別律師是廢柴 即是說他包括 又講到一萬五千一點 那雍小姐就說呢 一萬五千歐尿環 一萬五千這件事呢 那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我就不覺得何太式的 不過雍小姐呢 他們做律師就細心一些 還有呢 即是會對人性更加多了解 他就說呢 香港婚姻法律裡面呢 有一條提到 一男一女如果婚後沒有行防的話呢 婚姻可以被判無效的 所以呢 一定要發生性行為 完成了一個性行為 這個婚姻才叫做有效 所以為什麼有人 這麼緊要講呢 不是一次啊 是五次啊 五十次啊 因為原來是有人 可能懂得法律 我不覺得有人會懂得法律的 就算有人會提他在講 即是問心我一句 無論你什麼年紀 無論你來自大陸哪裏都好 沒有人問你 無論端端這樣講出來 什麼一萬五次啊 那些有什麼呢 其實呢 都很令人懷疑你背後 是不是另外有人去提你 因為我真的不覺得 會懂得法律 因為我都不懂 但是 純粹 即是怎麼說都好 喂 我真的不想覺得 這個可白 婚姻那樣可以一萬五次啊 哈哈哈哈 你看他這麼一款 婚姻那樣 我啤你都不行啊 是吧 喂 現在如果啊 有個十八二十二 很有新鮮感名 絕一聲的 我都沒有本事 就算有本事 都不是對著 何馬一萬五次啊 是不是啊 所以我說 就算已經很美那個 我五十幾歐一 嗯 我找個 你可不可以直接 二十五歲的書記 這麼有新鮮感 啊 他還要服務一流 都沒有本事啊 我現在 你可白跟我說 你說去一晚 你說去一晚 一晚五下 我就圍他可以的 不行 五下都可以的 翁靜貞呢 說 為何有人強調 一晚五次要完港呢 可能有人 怕著一陣 監會 有人說老人家原來沒有這個能力的 如果沒有這個能力呢 分析可能沒有效 那就很大件事啊 證明呢 有人可能很懂法律 都不定 OK 好了 那這個就是講他關於一晚五次那件事 但最重要呢 就是翁靜貞呢 就說 喂 下從不可與兵 他說呢 這位大媽 我對她是沒有敵意的 我不會受限她 我知道她想改善生活 改善家人的生活 我都很希望她可以拿這個愛心 去對別人的家人 和小朋友 他說 所以我做任何事之前 我都會先在後兵 我會做一個措施 做一個制衡的措施 律師信是會出給她的 出了之後的 如果是好人的 即是不要搞搞震 不要那麼多駁嘴 他用善良的路 不要去傷害人 好好的對待別人的家庭 裏面的人 那我就不會下一步 如果是過分的 要傷害其他人的話 我出了第一封信 亦都可以隨遲第二步的行動 但是這個 啊 啊 河馬是你一想之害怕的 嗯 還在吵啊 還在吵你了 放馬過來 吵你了有沒有 他憑什麼本事啊 吵你了有沒有 是他呀 有些人啊 他以為 他以為 用正正是呀 為了流量啊 不擇手段 放馬過來 看你敢不敢見我 你憑什麼出來才會信給我 為什麼要去見你 不憑人家是律師 對 就算是不去律師上 香港是法治社會 對 你去影響 那陣陣Youtube他留言吧 是 當我不善良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 就和你攬炒 其實我還沒跟過他 他那口音 他有沒有口音的說話 當然有啊 就和你攬炒 我現在正倒你 雍正正我都發阿夢啊 好啊 好啦 我不知道我沒有看過 根據他報道說 他第一次上東莊西望鏡頭的時候 小鳥依人很溫柔的 現在正正好像剛才我這樣 反散了 好看啊 小鳥依人 真的要WhatsApp 鼓勵你啊 你一定不要走遠 不要講 不過他不會講的 雍正正講過 就是一定出的 這封律師信 OK 好啊 另外小雪兒呢 就是一月出事啦 那麼 早兩個禮拜就去了 就是重置的頭顱骨 那昨天呢 這班建制派的 鄧家彪啊 甚至乎車宿門 那些都是探討 他就引述說他很精靈 都有相啊 色笑啊 也都不用用止痛藥了 嗯 我就不知道 也都沒有什麼這樣的人好在 為什麼全部都在建制派 那你現在不是怎樣的 都沒有了 那你說如果 有時候議員 有時候都是某一程度 會有些力量的 那 現在小雪兒仍然深切自料部 不是家術就未能探望 OK 那所以呢 很多朋友 包括剛才我講的 車宿門那些 去探望他呢 雖然進不了 還是要 都放下一些礫事啊 還有祝福紅包 唉 總之呢 我都不明白這件事 喂 有沒有刑事檢控啊 為什麼會在社區 那個受照顧期間 會受到這樣的虐待呢 現在有沒有刑事 我印象中沒有啊 還未找到人 那小孩會無緣無故跌到這樣 撞到這樣 自己跌到不會這樣 是嗎 好了 另外最後了 這一節 九龍城寨之圍城就終於過億 昨天股田落借票 好 過億呢 但是似乎就應該充不到 一億一千 一億一千 一億一千九百萬 還是一億一千五百萬 就是這個 毒舌大狀 有機會啊 有沒有啊 因為現在已經停了 為什麼呢 我覺得就是 又有不同的 其實有些不同的 現在加了四分鐘 有些不同的 就是 畢竟那時候 毒舌大狀都是農曆面 其實現在呢 我們這個 九龍城寨之圍城呢 五一相話呢 其實本身就已經不算是一個 五一在香港不算是什麼大期 是吧 然後就是這樣 加多四分鐘 我當然希望它能破到 但是加多四分鐘 那四分鐘我認為不夠 你會不會因為那四分鐘 再看多一次呢 是吧 其實這麼多片 為什麼 中間加一些 即是 你要加長十分八分鐘呢 是關於 對呀 一定會了 那就真的會進去看了 現在這樣真是難搞的 好了 那昨天呢 那現在據說呢 那些記者問他 喂 你的老友 阿清雲和阿鎮宇那套東西 又來了 談判專家 喏 優惠圖 優惠圖一定不會太差 OK 據一些 預先影評話呢 很多影評話呢 拍得 不差過 那龍城寨之圍城 咦 是呀 很多影評都這樣說 鎮宇 那是遺憾在 都不是說遺憾的 其實鎮宇接受訪問說 大家的樣貌未變得很大 所以還覺得 其實我覺得挺牽強的 他們還在做現役的警察 當然警察可以做到五十多歲 但其實他們的樣貌已經多過五十多歲了 幸好他的體型 但還可以撐得起一年呢 是吧 都是要接上來了 那 問一下古天樂 古天樂 老實說 莫講話去 就算觀眾也好 最好 套套都收得 是吧 你現在 不要說港產變特別 因為你輝煌過 全世界影業 其實都面對很大的挑戰 全世界都 真的很嚴重 OK 就是你那個 就是全球說 家裡的東西這麼好 那麼 就問他會不開 第二、三集 都說了會開 但是什麼時候出呢 他都說回不到你 劇本還未出 劇本還未出 劇本出了才說 那你怎麼快呢 我想 現在是二、四年 你這裡二、六年才見到面 我記得以前在香港很誇張 因為那時候都埋了位 又沒有太多顧忌 嘩 英雄本色 這裡頭說可以 不用你 馬哥死了就不要想想 整個鏡頭 立即 第二年就出到 幾個月後就出第二套了 毫無準備看下都可以 OK 我想寧願萬工出細貨 最好不要太慢 拍多幾集 那是 是不是可以呢 都是寧願萬工出細貨 拍得好看的 要 至於關於那個 是不是真的能夠進入 城寨參觀的那個景 都是之前田雞講的那樣東西 就是古老闆都這樣講 拍戲就是不同的 那個景可能很兒戲而已 可能不穩陣的 安全度不夠的 那 是不是可以加固呢 還是 在想是否可以有另外一個場地 可以真的做一些實陣的 去放下炎流箱 被人參觀呢 要不然你只要 想著 挨附著複場拍張照片都 倒塌了 拍戲就不用了 這裏都是 想像複雜很多的 如果未看的 我都鼓勵大家 去看看吧 因為 蕭先生說要杯葛嘛 如果不是真的認了蕭先生 食室都厲害了 杯葛人家過益 好休息一會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YK